大家好 這段視頻是要跟大家解說這個 教你如何將檔案 有沒有 上傳到那個 Mega的那個.nz的這個 網存雲盤上面 就是 其實這個我先前有Key過 大家可以 看一下我之前的文章 就點這邊的 統分類文章這個進去也可以 或是標籤這個 就是 先前有Key過 只是說有一些 地方就是在做一些 講解這樣子 就是前一篇 就是 如果你是直接跳著看的話 我是建議可以看一下前一篇這邊 然後他有兩種下載方式 一個是單獨跟多檔的 列表這樣子 然後裡面的多檔和列表要怎麼用 這一篇會說明 就是我前面說的狀況 就是說 單獨一個20G嘛 沒有分壓成 數個這個 這些 LIP 或者是7EAR的那種分壓 然後就是一個20G一個單獨一個檔非常大 然後就是造成說拖不下來 有一些人就是沒有辦法下載 還有一種情況就是說 一些漫畫合輯啊 連續劇什麼的 那一些嘛 用成單檔的 就是說他 用成單獨檔案一個檔案一個檔案 就是變成說 分壓成1G 或者是壓成好幾個 1G或者是2G這樣 再進行分享會比較好 因為有的是你單獨一個20G檔 有的拖不下來 就沒有辦法下載這樣 好 分壓的部分就參考這邊啊 就是壓縮軟體的部分 這樣子 然後就是說你在那個Mega 就是建一個資料夾 然後再將那些分壓的 或是多個檔案上傳到那個資料夾內 然後再分享那個資料夾就可以了 這樣子 啊有的人 這個資料夾也可以叫做目錄啦 你也可以叫目錄這樣子 也是OK啊 覺得這個聲音太小聲 就把它點這個拉到最大 然後720P 關我全螢幕觀看 可以點訂閱觀看其他影片 然後我會把這個 教學的這個圖文教學網址 因為這裡有一些連結啊 貼到這個 需要點這個連結進去啊 貼到這個Youtube的這個註解這邊 大家可以點一下這邊的連結 就可以到這個圖文教學網址 OK 然後這邊一樣啊 你這個 就是用FileFile的瀏覽器啊 就安裝它的這個APP 參考一下這一篇 然後你要有一個Mega的帳號 並且登錄嘛 你才能上傳到 你才能上傳到它的那個 Mega雲盤嘛 所以你這邊點一下這個連結 註冊一下 就參考這一篇註冊一下 然後再來就是 一般進入它這個 這個Mega的空間嘛 雲盤 它會一開始是會用這個 網格啦 就方便一些平板的 操作啊 就是觸控這樣子 網格的方式啊 或者就是一些觸控方式 比較好操作啊 但是你如果是桌機的話 就是建議用成這個 列表方式 這樣會比較好操作這樣 會比較方便一點 就是參考這一張圖 就是用成列表這邊 點一下這一顆 這邊 然後再來這邊又有分成說 你要上傳一個檔案 或是說上傳一整個的資料夾 它有支援 它也有支援說一次上傳多個檔案這樣子 也是有支援啊 這邊 啊如果你是要上傳一個檔案的話 你只要點擊這個 上傳的這一顆 上傳檔案這樣子 這邊這一顆 這邊有圖 我點了以後 我就是 假設我要上傳這一個檔 然後就開啟 然後它就會上傳 然後它會在這裡顯示啊 上傳的狀況這樣子 然後可以點一下這邊回來 就上傳好 然後它有支援多檔案上傳啊 啊 你如果是一些 動漫合集 或是連續劇的 不建議你全部丟在根目錄 因為你沒有辦法做 跟目錄分享 它建議是 我這邊建議是 如果你是上傳幾個那種檔案 分壓檔的話 它有支援多檔案上傳 點這一顆 然後從上一篇 你要會Shift的操作 按住Shift鍵 然後再按滑鼠左鍵 是滑鼠左鍵 不是滑鼠右鍵 我在上一篇有說 滑鼠左鍵 都是一些執行的功能 滑鼠右鍵都是一些展開 像這樣子 就是會展開選項單 的意思 然後你就滑鼠左鍵是 然後再配合Shift 是選取一排 我要上傳這一些 開啟它就會直接上傳 它有支援多檔案上傳 然後你是滑鼠 單檔你要選取幾個 你要上傳的檔案 就Ctrl鍵 譬如我要選Ctrl鍵按住 然後再按滑鼠左鍵 有沒有這些會變反藍 就是我要選取這一些 它會把它加入到這邊 有的情況是你這個 因為我這個視窗也調整過 你不要用的這樣小小的 這樣看起來很難很難過 你就是直接拉到這邊右下 你可以調整一下 就是說你點擊這一顆以後 一般預設是這樣小小的 你可以用那個右下這個視窗 把它拉大一點 這樣會比較好檢視 再來你如果是桌機的話 你就是這邊有一顆這個 選取清單 用清單的方式比較好瀏覽 這樣子 OK 然後再用配合你的這個 Shift 或者是Ctrl 按住Ctrl單獨選取這樣 會比較好一點 OK 然後再多檔案上傳 開啟 然後它就會是到這邊 點一下這邊 上傳的狀態一樣 因為檔案很小 所以我就放著給它上傳 它就會上傳過來 然後假設是你用7heap 然後將某一個檔案分壓 成數個檔案 的話你可以建議 你可以建一個資料夾 就是我這邊有做一個範例 我這邊將某個檔案做7heap分壓成這一些 這樣子 這一些 這樣 我這邊會補上那個 因為有的人是沒有開啟那個副檔名 會看不到這個 這邊的這一些 我這邊後面還會補一個連結 我這邊後面還會補一個連結 就是教你怎麼看 Windows的話就是比較快一點 就點檢視這邊 這兩個把它打過就可以了 按掉 OK 然後 然後 就是這邊 滑鼠右鍵 新增資料夾 我這邊有讀 或者是點這一顆 新增資料夾 然後我這邊點一個Share 001好了 建立 就點建立 然後OK之後 然後我們就 將再來就是點進那個資料夾 有沒有 點進那個資料夾裡面 你可以從這邊點 或者是從這邊點兩下 這都可以 這邊點一下就進來 或是這邊點兩下 也是一樣進來 欸 在我剛才的情況是 這邊有沒有 它是用成圖標的 它並不是中文的 這樣子 就是有時候會 就是說它那個CSS沒刷新 就是 格式沒有刷新 你可以這邊 按一下這個 重刷鍵 因為它這個有時候 網頁會做一些 那個更新嘛 但是那個CSS被緩存 樣式被緩存住 就沒有刷新 你可以點這邊 這個重刷 或者是按F5 F5重刷 就這樣這個網頁重刷 像我這邊這個圖有沒有 它是用 圖標按鈕 就是用 大概是沒有刷新到 它那個格式沒有刷新 這邊有圖啦 就是你 點進來之後 再次點這邊上傳檔案 就是說它是用這個小圖標的 它沒有加中文字 這邊 我是沒有說明 就是說你點進來之後 有沒有 有沒有 你可能是它的那個 格式 樣式沒有刷新 就點一下這個刷新 或者是 按F5快速鍵 再來就是 你將你的那些分壓有沒有 點一下這邊 啊 譬如我這是在這裡 好這邊我就是用 一個一個檔案選 或是用按住Ctrl加滑速鍋鍵 一個檔案選 或是蓄浮鍵 按住之後再按滑速鍋鍵 全選之後再點開啟 有沒有 再點開啟 它就會開始上傳了 上傳到這裡 有沒有它就會開始上傳 因為我現在是 呃 沒差 就給它慢慢上傳 所以它就會上傳到這裡 這樣 因為我現在是做一個解說的 我這邊就暫停 是不是傳輸這樣 進空 這樣 好 我這邊用那個用圖的 用圖的比較快 這樣子 它就開始上傳 這樣 我這邊有圖啊 就是 這樣子 再來一種情況就是說 你可以將那個 你壓的那個 一些 它就是可以上傳 我這邊有寫 可以 它也支援 上傳一整個資料夾 這樣子 它也支援上傳一整個資料夾 就是將你分壓的這些檔案有沒有 處理好之後 你這邊右鍵 新增一個CCC或什麼的 或是你可以用那個 命名一下 002好了 然後我這邊把它Copy過來 Copy進來 這樣子 這樣也可以 我剛才按到暫停 就恢復傳輸 然後它到這邊以後就會 有了 然後我習慣用這個列表 方式 它就會慢慢上傳進來 這樣 因為這圖檔的容量比較小 就放著給它傳這樣 再來這種情況 節省時間我就停止了 很清楚 然後回到這邊 再來的情況就是可以 上傳整個資料夾 是點這顆按鈕 這邊或者說 就是說你將 分壓或者是你要上傳的東西 像我剛才這樣子 右鍵新增一個資料夾 然後命名重新命名之後 這邊 然後我就是點著這一顆 上傳整個資料夾 點這一顆 它就直接上傳 它就開始上傳 這樣子 因為這個 就是在說明 我就是用個範例這樣 一樣 就點回復傳輸這樣 因為我剛才是暫停 它就開始上傳 這樣 有沒有 建的開始上傳這樣 蠻方便的 就是兩種方式 一種你就是可以在這邊建 這邊點這一顆 或是點這邊這一顆 然後重新命名一下 命名一下 建立 然後再點進這個資料夾裡面 這樣子 然後再點這個上傳檔案 上傳 或者是你這邊建一個 資料夾 然後重新命名一下 重新命名一下 然後再點這一顆 上傳整個資料夾 這樣子 也可以 上傳整個資料夾 然後你要回覆到 記得你要回到根目錄 然後再上傳整個資料夾 這邊的 那個資料夾 這樣子 好記得要回到根目錄下 這樣 點這邊跟點這邊可以 點這邊這一顆 或點這一顆都可以回到根目錄下 這邊先停止傳輸 會比較好解說 這樣 然後這邊可以看那個傳輸情況 OK 再來是要怎麼獲取跟取得 這個 Mega的分享連結 你今天檔案上傳完了 還有目錄的 假設你的目錄的 裡面的東西上傳完了 你這邊要取得一個分享連結 然後貼上分享連結 別人點的那個分享連結 才能下載你分享的東西 一樣也是很簡單 其實假設這邊的這個檔 這邊的這個檔 這些檔案 然後我就右鍵點擊取得連結這邊 我這邊有圖 可以看一下 取得連結這邊 然後再來注意一下 它這邊是連結 不包含密子 有的那個加密鑰匙 有的人是習慣用貼上這個連結 然後再貼這個加密鑰匙連結 那你如果覺得這兩個這樣比較麻煩 就是你要貼上連結 還要貼加密鑰匙的連結 那你就直接貼這個 因為它這邊的這一顆是前面這一串 這邊這一顆是後面這一串 那你如果覺得麻煩的話 就直接點這一顆 連結包含密子 然後點複製 這樣子 然後再到你的論壇 或者是一般是論壇 或者是 Poco 部落格 或者是FB那些 或者是那個推特 推特啊 就是維特那些 你要進行分享東西的話 那再貼上就是這一串連結 這樣子 那我這邊示範一下 那假設 那點這一顆 這一顆是關閉 點這一顆 有沒有 因為現在是關閉那個 Mega連結產生器 的那個頁面 然後別人只要點幾了 你的連結 就可以到 單獨檔案的下載 就直接這一顆 然後他們只要點這一顆 就可以下載 這樣 然後再來就是 目錄的方式也一樣 點目錄的這個 這個也一樣 當你連結有沒有 點擊完分享完 他這邊 看一下這邊會顯 是一個連結圖標 就代表分 那個分享完了 就是代表這是在分享中 這樣看一下這個圖標 那你也可以用這邊的這一顆 你如果不是用滑鼠右鍵的話 你也可以點這邊這一顆也可以 他是這邊也可以點這邊有沒有 也可以取得連結 我這邊有圖片說明 也可以點這一顆 或是我習慣用滑鼠右鍵 點了嘛 取得連結 然後點這一顆 就是連結包含加密鑰匙 啊目錄會比較短 這個密尺會比較短一點 那個密鑰匙會比較短一點 然後點這一顆 然後點這一顆 複製 這個 加密鑰匙 就是連結包含加密鑰匙 複製完 然後再貼上 到貼到你的部落格 或者是 貼到論 你要分享論壇 部落格 那個Facebook 或者是Twitter 或是居家那些 OK OK 然後這邊點這一顆是離開這個產生頁 然後看一下這邊已經有一個連結了這樣 然後就貼過來 有沒有 它就會變成一個列表方式 啊 一般你剛進來的話是 網格圖的方式 就是方便觸控這樣 然後這邊點一下這邊會變成列表方式 這樣 就是這樣子 OK 就這部分就講解完了 啊你也可以用這個 快鍵啊 Ctrl加V貼上也可以啊 就是你有複製的話 就是一般的快鍵操作 Ctrl加V貼上也可以啊 就是那個 Mega的產生的這個分享連結 貼到你要分享的地方 OK 再來就是說一下這個 其他事項啊 就是說你這個 呃 因為有的人 可能剛 這個 操作這個 這個界面啊 這個Mega的這個界面嘛 啊你東點西點點不知道點到哪裡去啊 東點啊 西點點點點點點 然後不知道點到哪裡去 啊你要怎麼回到那個管理首頁 啊我們只要點這個雲圖標就可以 這邊有兩個雲圖標 或者是點這個主選單的 雲端硬碟都可以 這樣子 啊假設你點點不知道點到哪裡去 要怎麼回到管理首頁 是點這顆 雲圖標 或者是點這顆 啊我這邊不小心點一點點 不知道點到哪裡去了 那我們就是點這顆雲圖標 還有這邊的雲圖標 或者是主選單的這邊 雲端硬碟 這邊都可以回到這個 跟目錄這邊 還有就是我前面說的你 你創建了許多目錄嘛 你可以點這邊可以快速連結啊 就是可以比較點一下就可以快速進到那個連結裡面 好我們點這一顆或是點這一顆 或是點這邊都可以回到跟目錄下這樣 OK 然後其他的這個Mega相關文章就點這一個連結 那麼這一段視頻 解說的有點長啊 謝謝大家耐心收看這段視頻